从候选人范斯的介绍下 川普密西根造势闪亮登场 这是两人第一次同框面对选民 川普与范斯又是热情握手又是拥抱 仿佛完全忘记先前范斯有多讨厌他 川普忘记了还有他在两天前痛骂中国大陆的演说 他这回拼命称赞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还说自己被枪击后 习近平写了封美丽的信来关心 川普将习近平作为印字 暗示在川普治理下 美国人会有和平繁荣的生活 反酸民主党现在只会狗咬狗一嘴毛 不知道该怎么治国 川普和副手范斯也很快展现 什么叫团队默契 炮口一掷 先被当炮灰的对象 就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这场造势活动延续一贯的川普风格 就是美国人可以在川普治理下 过上更好的生活 加上枪击案让川普站上道德高点 他也呼吁支持者看看他耳朵的伤口 因为自己才是民主的殉道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那么接下来恶务战情室有更多讨论 假设川普当选能否终结恶务战争 时间交给记者刘婷婷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跟乌克兰总统子文斯基 日前进行了通话 来看到ABC影书消息人士的说法说 川普跟子文斯基在7月19号已经通话了 而且时间是长达15到20分钟 戏份是相当热络而且充满尊重 来看到川普在事后 透过社群平台Social来切混 说他感谢子文斯基来电 说身为下一任美国总统的他 将为世界带来和平 并且会结束这场牺牲 众多生命的战争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过去川普对于乌克兰 对被俄罗斯攻击的这场战争当中 他的态度上面 大家会觉得蛮暧昧的 所以就担心 川普会不会持续的支持乌克兰 不过我们来看到 子文斯基在X上面的贴文就说 他感谢美方来帮助强化抵御俄罗斯 也同意川普总统的主张讨论 要让和平如何能够公平 而且能够真正持久的步骤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川普在之前也透过社群平台 也是对外来说明了 就是他如果当选的话 将会来用最短的速度来结束战争 但是并没有说明 要如何来结束战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被问到 能否未来坚定的援助乌克兰 时间再交给婷婷 川普近期的宣誓大长 外界也看好 他的胜选率是越来越增加的 不过就引发担心 如果川普真的当选总统的话 美方会不会收回 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尤其川普的副手人选fans 他过去包括在美国国会 对于乌克兰包括像是军援 还有金援的法案 都是持反对的态度的 不过对于接下来 美国有没有可能变天 因而影响到乌克兰 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近期出席了 Aspen的安全论坛上面 他也被问到了这个问题 而布林肯也有最新的回应 来看到他说 针对白宫主任 可能有艺术的效应 他说任何的新政府 都有可能来制定自己的政策 我们无法来笃定 未来的状况如何 但是如果美国收回承诺的话 他不排除 而且甚至猜想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是所幸的是 我们还是有约20多个国家 持续在援助乌克兰 这是他对于这个事件的简单回应 那么现在外界也关注了 为什么白宫的官员会暗示 说即将要制裁大陆的银行业者 听听 俄务战争达到现在 已经超过29个月的时间 美风最新又说重话 而且目标是 剑指了中国大陆的企业 还有银行 来看到美国的白宫国安顾问 苏利文就颁出总统拜登 在去年所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 这个行政命令 是授予美国的财政部权力 来追查任何协助 俄罗斯国防工业 取得军民两用的银行 而且华府就说 他们现在是用能力 来出示具体的证据 来直指中国某间银行 是有违反对俄罗斯的制裁 对此彭博社就分析了 这显示 要来阻止大陆企业 协助俄罗斯的新措施 其实现在已经 就像是在见在形上的情况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布林肯甚至在安全论台 上面来称俄罗斯 其实他们有很多的 这个军用的零组件 他们也是透过中方的协助 来取得的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像是来进口这个进口机床 有七成是来自中国的 还有微电子产品 有九成是来自中国的 不过对于这相关的指控 我们来看到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 他就坚决反对美方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散布这类的假消息 严厉的碰行美国 还说美方不要妄想 让中国为其错误的行径来买单了 那除了关心俄乌战争之外 任何国内外的大小事 赶快拿出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这个QR Code 下载TVBS News App 让你所有讯息都可以不漏洁 听说是有销售拿顾客小票 撕退积分 全存自己会员卡里了 你就是宝曼妮 上面的会员卡是你的 好像一万吧 这么多啊 积分和消费券都在你名下的卡里 如果你能证明你没拿 我们在座讨论 我来到这个城市八年了 我到现在真的都没有什么归属干 帮帮我求求你了 我帮不了你 对不起